私立一大一管系大四生Angel 目前正积极准备7月一检师国考 因为成为正式一检师 薪水就比检察员多了一万元 但为了房租生活费 目前也兼职赚些零用钱 因为我们是学生 一般都会用下课之后的时间 去兼职赚一些生活费这样子 那之后疫情关系的话 因为来餐厅用餐的人就会变少 然后我们就会 餐厅也会裁掉一部分的兼职人员 然后保留正职人员 所以兼职人员大部分都会被裁掉 那我们如果少掉这一部分收入的话 就要再去找其他的兼职 就变成兼职的工作不稳定 那我们平时的生活费也会变得比较少 最主要是在医院工作 因为医院做医检师是必须要考取执照的 而如果在其他像法国部调查员的话 是毕业就可以在那边上班 但同样有证照跟没证照的事情 一定会有差这样 根据人力银行调查显示 八成新鲜人担心疫情阻断求职之路 因此会采取不同措施来因应 像是多投地履历分散风险 提前启动求职时间或是先找捡猜工作 因为很担心这个求职路受到疫情的影响 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方式 可以让新鲜人呢 让自己稍微可以放心一些些 有哪些管道呢 他们发现他们说会透过多投履历来分散风险 这是最多人使用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提前替自己做好心理准备 也许呢 这求职时间过去是两三个月 但是现在呢 就会延长到可能两倍的时间 以半年的时间作为规划 把求职期拉长的心理准备 那另外呢 也有人会选择超前部署 提前来启动你的求职计划 也就是说 你原本可能是七月才想要找工作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你决定要五月就开始找工作了 那也有些人打算说 在找到正职工作之前 因为求职期可能会拉得比较长一些些 所以呢 可以先找一些兼职的工作来做 顶过这个经济的压力 那再来也有人会选择说 透过不同的平台来投递履历 透过不同的管道来找工作 来提高自己履历的能见度 陈颖柔表示 履历是找工作的敲门砖 有高达51.4%受访者坦言 自我推荐函最难撰写 其次则是外文字传 中文字传 因此人力银行举办2022 毕业季企业最爱履历人才全国擂台 鼓励社会新鲜人争取机会 说到找工作 第一件事当然是要写履历 写履历写得好 才有办法到第二关面试的这一关 那我们询问新鲜人 到底写履历的时候呢 什么问题让他们觉得 最难卡关的最容易最难跨过去的呢 发现说呢就是自我推荐函 他们认为是最难写的 那其次就是英文的履历 或是日文的履历 总而言之就是外文的自传 再来就是中文的自传 还有就是期望待遇 很多人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写 自己想要的薪资 再来就是因为你要整理 你过去求学时间 可能是四年 那如果有念研究所 研究所的话 可能会到六年或七年 必须把过去的作品级做一个整理 以上这五点呢 也是新鲜人在写履历的时候 觉得最卡关的地方 那为了要鼓励新鲜人呢 及早的超前部署 写履历 而且是要写一份好的履历 所以我们一页人力银行呢 就特别举办了 2022企业最爱履历人才 全国累台赛 即日起呢就已经开跑了 只要上我们的网站呢 投递履历 我们就会送麦当劳的冰旋风 那另外如果你获得了黄金履历 或者是创意履历的认证的话呢 还有机会可以得到 iPad跟5000元的求职金 另外我们也寄出 现金100万元 而且是一个人独得 就是要鼓励新鲜人呢 及早来准备履历这一块 进而找到自己 心目中理想的好工作 那也欢迎大家多多上网来报名 人力银行表示 根据调查 今年新鲜人最向网产业 为资讯科技业 教育政府团体百货贩售 显示资讯科技业 仍在各大产业中 扮演里头羊角色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